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汇全交金额2.73亿美元 7月23号发生的澎湖空难造成48人罹难 复兴航空今天与罹难者家属在澎湖马公协商理赔事宜 提出了每位罹难者新台币1490万元的理赔金 正在这起空难复兴航空今天上午11点在澎湖首度举行理赔协商 有53名罹难者家属代表参加 复兴航空方面则是由总经理徐宇从亲自主持 协商会议中复兴航空提出每位罹难者新台币1350万元和解理赔金 加上先前的相关赔偿一共1490万元 如果确定的话将创下国内空难理赔最高记录 至于受伤者以及4名罹难机组员将会分别协商相关的理赔 至于劳工们关心的基本工资议题 劳动部今天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会议只开了大约两小时就结束了 有一资方不满政府释出可能调涨基本工资的态度 所以只有两名代表以列席的身份表达意见 加上部分的细节未定 所以会后决议先由劳动部就基本工资调整后 对雇主增加的支出以及对边际劳工冲击等加强说明 29号下午2点再重开审议委员会 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景耀被控涉嫌泣密 张显耀今天上午主动到台北地检署接受征税 询问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检方将张显耀改列真字案被告并且限制居住 至于张显耀的去职跟马锡会破局有没有关系呢 他稍早也做出了回应 有很多我的工作或者业务涉及到国家的机密 两岸的事项 我今天非常为难 能够证明我清白的就是这些两岸的事物跟机密 但是我又讲出来就真的变成泄密罪 但是不说又有很多的谎话在外面流传来打击我 这些天我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台中失信负商遭到自家卸性司机与同伙撕票弃失一案 警方在稍早公布了台南火车站监视器所拍摄到的嫌犯画面 画面中的两名男子疑似是卸性司机的同伙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徐慧 我们再会